总统遭遇暗杀,恐怖主义盛行 内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重建时期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死者1865年6月22日 林邦与邦林在德克萨斯州最后一次交火的结束 奴隶之和邦林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摧毁了 而面对盲目穿越的南方 如何重建这里的新秩序 显然成为了林邦领导人们继续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内战还未彻底结束之时 借由林邦军一步步地收复封离州 林肯为加速重建 以最不痛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团结国家 他早在1863年年底就提出了一份重建方案 视为10%计划 根据该方案,除了部分班林高官以外 重新宣示效忠林邦政府和接受费奴决议的南方白人都将得到赦名 任何州在任何时间只要有10%以上的选民宣示效忠林邦 并可以重新组建州政府 此外,林肯还表示希望可以将选举权 给予那些受过教育 拥有财产和为林邦军服役过的黑人 林肯温和的方案 显然是不被所有北方人认可的 尤其是共和党内那些激进派人士 激进派为了银沉难翻 在1864年7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份伟德戴维斯法案 根据该方案 总统只能为战败州临时任命州展 当州内多数百人宣誓效忠林邦时 该州才可以由从未武力对抗过林邦的民众 推选出代表 召开执行大会 此外,分离州还必须满足废除努力制 剥夺原邦领领导人的政治权利 免除州政府战争时所欠债务 这三大条件 才可以重新加入林邦 而关于黑人权益的问题 韦德·戴维斯法案同林肯的方案类似 没有做出明确要求 把他留给了各州自行解决 国会虽然在之后通过了韦德·戴维斯法案 但林肯却用搁置否决权 否决了这部法案 而当林肯为了妥协激进派 重新思考如何解决崇敬问题之时 一场意外却发生了 1865年4月14日晚 林肯在与妻子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演出时 被一个名为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 南方事业狂热拥护者给射杀了 林肯之死 不仅让其谋划的先重新方案 成为了永远的谜团 更引发了当时北方人强烈的猜疑情绪 他们认为 或许战板的南方还在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 在这种氛围之下 更加激进的重新计划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林肯死后 原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胜任为了新的总统 这个不太愿意给予解放黑人 人权平等和选举权的男人 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方案 这个方案总结起来 就是要让南方的白人 自己来管理南方 1865年年底 所有分离州 或根据林肯方案 或根据约翰逊方案 都陆续组建了自己的新州政府 现在 只要国会承认他们 他们并可以重新加入联邦 不过 由于北方对南方的敌视 以及一些南方州 表现出的明显 不愿废除努力制的态度 国会中的激进派人士 拒绝承认约翰逊计划下的州政府 随后 主要由北方共和党人 所控制的美国国会 成立了新的重建工作联合委员会 开始制定自己的重建政策 战后的重建时期 也由此从总统重建期 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 国会重建期 美国信法第十四修正案 是重建工作联合委员会 在1866年4月 提出的一份重要法案 藉由当时南方各州立法机关 在近两年陆续通过的 被统称为黑人法典 旨在赋予白人更多权力 实际上是为了更好控制 解放黑奴的一系列法律 美国信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 凡出生在合众国 和规划合众国的人 都将自动成为合众国公民 并享有信法所规定的所有权利 修正案最后还规定 禁止任何曾帮助过邦领的 前国会议员 或其他前邦领官员 担任州或邻邦领职务 的票数通过对其赦名 虽然国会表示只要各州立法会 批准第十四信法修正案 就可以重新加入联邦 但在当时只有前那些州 批准了该法案 其他所有前邦领州 均表示拒绝 该法案最后因批准的州数 为超过全国数的四分之三 被暂时搁置了 而南方州的种种态度 不仅没有让激进派倾向妥协 反而还使他们变得 更加自信和坚定了 加之在南方各城市 相继爆发的血腥种族骚乱 对黑人受害者的同情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站队激进派的主战 1866年国会大选 众多激进派共和党人 进入国会 其势力的日益壮大 使得激进派共和党人 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1867年年初 国会通过了已经批准 第十四信法修正案的田纳西州 重新加入联邦 而其余十个案 林肯·约翰逊发案的州政府 则被拒之门外 同时为了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力 阻止南方发生反抗和暴力事件 读促南方各州 尽快加入联邦 国会之后还在南方 设立了五个军事管辖区 每个区有一名军事将领负责管理 且为了阻止总统干涉国会计划 国会又在1867年 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律 进官员任期法和军队指挥法 前者禁止总统 在未经参议院的同意下 解雇政府官员 后者禁止了总统擅自发布军事调令 另外为了避免最高法院 可能会干涉他们的计划 国会中的激进派 还特别提出了数个 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议案 虽然这些议案最后没有被通过 但看清形势的最高法院 之后确实没有插手 涉及重进的任何案件 在激进策略之下 截至1868年 又有七个州 满足了条件 重新加入了联班 1870年 最后一个分离州 密西西比州 也回归到了联班之中 对黑人权益的坚决维护 南方民主化的快速进步 是国会主导下 南方社会崇敬时期 最直观的变化之一 获得免疫上 与白人同等政治权力的黑人 之后还参与到了 此前他们根本不敢奢望的 政治生活当中 1869年到1901年间 共有20位黑人 在联班众议院担任议员 两位在参议院担任议员 此外 在州立法会和其他政府部门 都有黑人担任公职的身影 不过总的来说 黑人政府官员的比例 仍旧远低于其他人口 战后南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也是一个非常新鸣的变化 从土地所有权上来看 战前到重庆时期 白人土地所有权的比例大致下降了20% 而与此对应的 是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或通过一些金融机构和慈善机构的帮助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南方黑人拥有土地的比例 从战前的零上升到了20%多 可即便如此 对于大部分黑人而言 贫穷仍旧是生活的主旋律 除了有25%左右的黑人 纯靠工资生活以外 大部分黑人为了维持生计 则是再次回到了田地上 成为了白人地主的电农 新鲜的电农制度 也由此取代了战前种植园里的 群体劳作制度 作为电农的生活 依旧辛苦 但它显然比过去的生活好太多了 至少从人生自由的角度上来说 是如此 由于南方黑人可以在战后 开展相比以前更加丰富和自由的经济活动 这使得南方黑人的人均收入 在重建时期提高了46% 而南方白人则下降了35% 收入增加的同时 南方黑人的工作时间 也相比以前减少了很多 一份数据显示 黑人劳动力在重建时期的劳动时间 比努力之下的被迫劳动时间 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组建或是重建家庭 是重建时期黑人群体最明显的一个反应 在战前 南方黑人们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家庭的完整 每一笔黑奴交易 都可能意味着一个黑人家庭的破碎 而当战争结束以后 为了寻回失散的亲人 一副非常悲壮的景象 在南方社会出现了 成千上万的黑人 走避南方各地 只为寻找他们的亲人 另外 在战前 黑人们的婚姻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 但在获得了自由身份以后 许多黑人在教堂和法律的批准下 也拥有了合法的婚姻 黑人家庭内部 其家庭成员的角色 也愈发与白人家庭相似 黑人群体权益的提升 受益于共和党主导下 重建时期的各种举措 而勤者之后也帮助了后者 在186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胜利 1868年大选 那张英雄格兰特 正是因为南方新增的50万黑人选票 才在激烈的选举中获得了对民主党候选人 获雷霄西摩的胜利 而格兰特虽然在军事上有着非凡的才能 但毫无从政精英的他 在政治领域上就显得有些笨拙了 格兰特执政时期 他非常依赖党政中的一些核心领袖 这个时期的政治分赞制 比前任多数政府都要严重 这也使得共和党内部一些颇具改革头脑的成员颇为不满 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麻烦依旧不断 首先是一系列有关腐败的政治丑闻 根据国会调查发现 一批共和党高官 比如副总统就接受过莫比利尔信贷公司的贿赂 财政部长则发现政府官员与九山勾结 开展了虚假报税和逃税等非法活动 此外 众议院通过调查还发现陆军部长在帮助某山人获得政治职务的过程中收受过贿赂 总之 格兰特政府接连不断的丑闻 解释了这个政府触目惊心的残绝腐败 1873年大恐慌 也是格兰特政府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 这场金融恐慌 虽然是开始与捷衣库克投资银行的破产 但实质上是美国铁路建设投资过热 以及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白银非货币化政策等背景下 格兰特政府为维持货币稳定和信誉 坚持执行金本位制度 拒绝增发货币 致使通缩和债务危机加剧所引发的 这场危机之后导致了美国长达四年的经济萧条 除此之外 这场经济危机还有个深远的影响 是削落了人们对崇敬的热情 在经济危机中 一些人开始思考贫穷与动荡的真正原因 结果他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思想中找到了答案 根据这个残酷的理论 贫穷被归咎于个体的薄弱与无能 社会达尔文主义丝绸之下 人们普遍反对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活动 此外 他们还认为北方的无业游民 南方的贫穷黑人 是不适应社会应当被时代淘汰之人 总之 当南方社会开始更加关注自身政治与经济问题之时 他们对南方的崇敬兴趣大大降低了 而这就给到了南方白人重新赎回政府控制权的机会 事实上 截至格兰特西人的1877年 民主党已经在11个前邦连州中夺回了7个州的控制权 在白人占多数的州 南方白人通过重新获得的选举权 推翻了共和党的统治 而在黑人群体占多数 或是与白人人口相当的州 白人则是利用恐吓和暴力手段来瓦解重进政权 这些白人暴力团体当中实力最强 影响力最大的 当属由前邦连将领 内森贝福德弗赖斯特所创立的3K党 3K党利用恐怖主义 恐吓和武力阻止黑人参加投票或行使公民权 3K党给当时的南方黑人社区带来了极大恐慌 不过比起这些秘密团体更能挫败黑人政治力量的 是南方白人使用的经济压制手段 比如一些种植园主拒绝向黑人出租土地 商店老板拒绝给他们饭贷 拒绝给黑人提供就业等等 共和党国会曾试图阻止这场压迫黑人的线烂潮 比如在1870年到1871年 国会通过了两部被统称为3K党法案的执行法案 禁止各州实现种族歧视和区别对待选民 并授权临邦政府可以取代地方州法院 直接起诉违法行为 不过除了南卡罗来纳州 有应该执行该法案以外 该法案在其他州收效慎微 但总的来说 3K党法案作为共和党 致力于保护重庆时期黑人权益的高潮 也确实有让3K党 针对黑人的暴力示茧有所减少 1874年国会选举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民主党自内战以来 第一次获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在共和党惊叹民主党节节胜利之际 人们又迎来了1876年总统大选 这节大选竞争异常激烈 虽然大选最后是与共和党候选人 拉斯福德·毕海斯获得胜利的构中了 但代价却是共和党为民主党许下的一系列承诺 没错 这节大选的结果 实际上是一场共和党与民主党妥协的结果 为了赢得大选 共和党向民主党许下了诸如大选过后 将撤回在南方的最后一批邻邦军队 统一任命至少一名南方人加入海斯内阁 控制邻邦在南方地区的特权保护和政治任命等诸多承诺 以海斯政府上台为标志 战后的重建时期也迎来了落幕 自称为救赎者的南方民主党白人 终于击败共和党 完全控制了南方的每一个州 1877年年底 最后一批邻邦军队撤离南方 南方社会再一次回归到了一个保守社会 这个时期 南方社会的统治阶层与战情几乎相同 比如在阿拉巴马州 传统的种植园经营集团 依旧在本州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除了传统阶层以外 由山人、工业家、铁路进驻山、金融家等人群构成的全新统治阶层 则组成了南方社会新的活力要素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精英集团 南方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楚一个事实 那就是南方之所以战败 是因为当时南方的种植园经济 无法与北方信贷化的工业生产力相抗衡 虽然过去的浪漫生活也很值得怀念 但富足和强大的未来显然更值得憧憬 醒悟过来的南方人 现在准备打造一个比北方老更加北方的新南方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在这里开展了起来 反制业是最新在南方得到发展的工业部门 南方通过丰富的水利资源 充足且铃驾的劳动力 低税收 友好亲上的政策 吸引了一些北方工厂来南方 截至19世纪90年代 20年不到的时间 南方的反制工业增长了9倍 与此同时 因草加工业 令铁令钢工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尤其是后者 截至1890年 南方的令铁令钢工业 已经占到了全国钢铁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而钢铁产量的迅速提升 也映射了南方铁路建设的同步发展 1880年到1890年 南方铁路总里程翻了一番 且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 南方人的平均收入也实现了快速提升 20年的时经里 南方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1% 不过 南方工业化虽然有着显著的发展 但相比北方请者还是逊色不少 20年的时经里 南方在全国制造业的占比虽翻了一倍 但却只占全国总量的10% 这个水平 南方其实在战前的1860年就已经达到了 换句话说 南方在某种程度上 只是恢复了战争期间 及之后所失去的工业能力 南方的经济仍旧是以农业为主 一份数据显示 重庆时期 南方人至少有30%是定农 而到了1900年 这个比例却提升到了70% 这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从战后开始 南方原有的信贷体系崩溃 出现了以农民未来收成做抵押 而出现了贷款形式 及作物流制权制度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作物流制权制度下 大多数农民往往在债务性景中 越性越深 回顾美国战后的重庆时期 黑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相比以前 确实有了空情的提高 但遗憾的是 白人至上的观念 在南方依旧盛行 民意上的压迫虽然不尽了 但社会中实际的歧视和布公 依旧广泛存在 与南方民主化进程类似的 是南方的现代化 它看起来也是进步了不少 但距离新盛 仍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南方正在迈向未来 但仍有一只脚还留在过去 就如何打造一个更包容 更强大的国家 美国人还在路上